很多超市和银行在收银署或櫃面都装上膠板作保护 安省有医院参照台湾 用膠板制成防疫插口箱 让医护人员帮疫症患者插口时 阻挡飞没散播的幅度 减低病毒传播 苏瑞珍报导 在世界各地 多有大量医护人员在前线和新型冠状病毒作战 甚至因照顾病人而染上新冠肺炎 奉上自己的性命 以加拿大其中一个疫情最严重的安省为例子 安省卫生厅表示 当地已有超过3600名医疗人员感染新冠肺炎 医护人员染上肺炎 其中一个较常见的原因 就是医疗人员被病患者喷出的非活尖炎 而感染病毒 当医护人员要将道馆插入 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呼吸道 帮助病人呼吸的时候 医疗人员与病人的距离会很近 而且患者的口会抹开 如果病人突然吸收 他会噴出带有病毒的非活 有机会感染医生和护士 在台湾的蓝盐涌医生在婴儿保温箱里得到灵感 而设计了防疫插口箱 COVID BOX 去减低医护人员 感染到新冠肺炎的风险 这个防疫箱的设计很简单 由四块透明胶片所砌成 当要使用的时候 病人躺在病床 用三块胶片围住病人的头部 再在顶部放上另一块胶片 用索带将这些胶片锁紧 其中一块胶片会被割开两个孔 让医护人员伸手进去为患者插口 组装和拆射都只需要几分钟 方便在危急个案的病房中使用 用完之后就可以用医用清洁剂消毒 之后就可重复使用 那而容医生在发明了这个防疫插口箱之后 他并没有将这个箱申请专利 反而是将设计开放给有需要的人使用 全世界有超过20个国家的医疗机构 都插考了以形容医生的设计 甚至加以改良 以方便各自的需要 在加拿大 各省有不少的医院 都插考了以形容医生的设计 将这个箱应用在自己的工作环境 例如安省墨西沙加市的 Trillum Health Partners的医生 就在本地尋找不同界别的人士 包括医疗人员 科技公司和建筑公司 组成工作队伍 以自动化的方法制造这个防疫插口箱 另一间位于多市的Humball River Hospital 就与其他组织合作 制作出300个防疫插口箱 亦都提供给大多市的医疗人员使用 虽然防疫插口箱的制作原理并不复杂 但由于银行和超市为了保障员工的健康 扣入大量透明胶板去作防护 令到胶板的货源短缺 于是防疫插口箱的成本上升 原本一个防疫插口箱的成本不足100家元 现在就增加了一倍 要大约200家元 医疗人员是每个国家的资产 在防疫期间都要照顾前线医疗人员的安全 美国波士顿医学院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发现医疗人员在使用防疫插口箱之后 可以减少90%以上的非活传染个案 想不到设计简单的一个透明箱 可以发挥到这么大的作用 为保障医疗人员的身体作出有效的防卫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又到 下星期再见